今天我们会继续做我们的第九之十二生肖 那就是猴子 我们开始之前请记得帮我订阅这频道也打开这小铃铛 当我上载什么短片的时候你们就会被通知 那我们就开始吧 所以今天我们只需要两种颜色那就是黑色还有褐色 当然我们还要准备我们的工具 如果你们已经准备好的话我们就开始了 所以我们需要的是褐色 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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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把他的空气全部积压出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做一个四方形抓身体 做一个圆圈 我再挤压四周围做一个四方形 我们就做四支脚脚 这样我们要四个圆形 然后我们要做他的尾巴 耳朵 就做一个长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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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就捡他的尾巴 就这样捡 然后我们要做他们两个耳朵 套 就做 vapức 就是 Awas 下面有点尖尖 上面会比较大的圆圆 那我也是拿一點黑色 把這個特色讓深一點點 所以 就拿一點點跟這個黑色參賽一起 這一個比較深的褐色 可能要戳一分鐘左右 如果你覺得不夠深的話 你可以再加多一點黑色 你可以看到它的顏色已經是不同了 所以我們就做兩個比較小的水滴型 來放在它的耳朵上面 耳朵裏面吧 裏面 比較小的 然後我直接就把它放在耳朵上面 然後我們還做四個 這個小圓圈 就是做它的腳板 腳底吧 你可以說是腳底 是個比較小的圓圈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它的嘴巴 嘴巴做一個橢圓形 這樣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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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一邊 然後我們做兩個眼圓的 就做它的眼睛 好 所以我們要做兩個眼珠 黑色 要更小的圓形 這樣了 好 我們就可以把它全部放在一起了 所以我們先做它的腳 所以這是它的腳 我們就把它的腳板放在上面 就像這樣的感覺 所以我要完成四個 眼睛 眼睛的話 我就轉為眼睛 再把它的眼珠 放在它的上面 這樣 這樣就可以把全部組裝改起來了 我們先做它的眼睛 抓到嘴巴 這樣 我就把它的腳腳 就直接放在下面 在旁邊 所以你要看它可以站嗎 所以你要試試它 然後我就直接放它的它的腳 我直接放它的耳朵在旁邊 用這樣 最後我就把它的尾巴 放在後面 這樣就好了 然後我們可以用我們的光解 所以在它的嘴巴這邊 畫一條線 像它嘴巴了 耳朵我們也是可以畫兩條線在這邊 所以我們的猴子已經做好了 所以我們的猴子紹興已經完成了 應該是超簡單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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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把它放在Instagram 用QUP project這個 hashtag 跟大家一起分享 你們也是可以用這個 hashtag 跟我們分享你們完全的作品 如果你們有什麼建議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會盡量答覆你們 也記得打開這小鈴鐺 也訂閱我的頻道 所以我上載什麼短片的時候 你們就會被通知 好 下個短片見吧 拜拜 如果你喜歡這個短片的話 請記得點個讚 分享給你的朋友 也不要忘記訂閱 請記得按讚 非常可愛 然後麻煩 就可以等到 weg 那都可以 按讚 canal 我們可以按讚 請訂閱